大家好,我是Naomi 今天教大家的動作是幫助我們腸臟健康 增強消化系統 有些動作需要用磚來幫助我們 先做了頭兩組的動作,不需要磚的 先放在旁邊 首先,我們躺在地上,雙腳伸直 抱著我們的左腳,雙手握紙緊扣 扣在身頭前面 敷氣時,儘量把大腿握住自己的下腹 留意我們兩隻腳趾,儘量指向上 在收緊的狀態,不要完全放鬆 停留五個呼吸,然後轉腳 右邊 借助我們的呼氣,將大腿拉近自己的下腹 肩膀儘量沉低,貼在地上 然後放鬆 然後兩隻腳抱過來,吸氣 呼氣,儘量把大腿拉近,肩膀沉低 這個狀態是手臂被握的 這樣位置一組 好,我們每天早起床 可以做五組的動作 抱著左腳 然後右腳 然後兩隻腳 然後,下一組的動作 就是一個扭腰的動作 都是兩隻腳伸直 先抱著我們的左腳 腳拉近的時候 最好是腳趾不要衝前過膝蓋 肩膀放鬆 吸氣,腰背拉直 呼氣,把右手抱緊左邊膝蓋 左手按在地上 借助我們每一個呼氣 嘗試扭腰多一點 在這個動作中,我們的脊椎是需要拉直的 如果你發覺你的人傾向後面 或者扭腰的狀態做不到那麼多的話 可以拿一個磚棒幫我們 按住在地上 借助我們吸氣,借助我們伸展拉長 呼氣的時候,扭腰 儘量讓我們的左邊肩膀打開多一點 扭腰的動作可以增加我們的腸部愚動 亦可以增加我們的膽汁 刺激我們的膽汁分泌 會幫助我們的消化能力都會更好一點 做完兩組的動作,都是折磨身體的 下一組的動作,我們就會把上身前面的位置打開 首先,扭在地上,我們會做一個蛇式的動作 把雙手按在胸口的兩邊,按住地上 吸氣的時候,腰背給一點力,把上身拉上來 呼氣,把手臂撐直腳在這裡 把肩膀轉一下,打開層底 十隻手指一定要撐開 完全分泌所有力量在整隻手掌 手指頭都要給力控制住 手臂在這個位置,手掌微微屈曲 把胸口有更多空間,可以推前 肩膀離開耳朵,頸拉長 如果你是腰背有少少壓力,覺得軟軟的 不舒服的同學,可以讓雙腳尖打開 甚至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版本 把手掌放在地上 雙手的手掌分開肩膀的闊度 在這個位置,借助每一個呼氣,讓下腹沉下 繼續讓肩膀打開 做完這個動作,慢慢呼氣,沉下 放下一個人,轉身,上來 後關去心 下一組的動作,會用磚來幫助我們做 這個動作是比較激烈的 扭心理準備,腹部會有點彈彈 但這個動作對於有便秘問題的朋友 是非常有效的 把兩個磚在這個位置這樣打 手按著地上,好像貓式的動作 這個磚的位置是放在我們肚臍的位置 把我們的肚臍慢慢放下去 手按著地上 可以的話,手掌碰地 膝蓋慢慢向後走 盡量讓身體完全放鬆 借助每一個呼氣,清空我們的腹部 讓磚陷入肚臍的位置 我們停留在這裡,至少半分鐘 可以的同學停留一分鐘的時間 手掌慢慢推向前 開始會感覺到腹部有一下一下的跳動 也會覺得很軟 那就證明你做對了這個動作 停留一分鐘之後,慢慢手按地上來 普遍你會覺得一離開這個動作 你會有一股氣是由腹部推下去大腿 會有一股熱的氣流 也會幫助我們有脹氣的朋友 會有排氣的作用 這也是正常的反應的,不用擔心 OK 做完這幾種動作之後 我會建議你們每天早上 花一點時間做這一系列的動作 可以幫助我們增強消化系統 最後就是在胸肚的時候做 如果你吃得太飽,做扭腰會覺得很困難 也會按住肚子,會覺得很想 這樣就不太好 所以就是在胸肚的時候做 可惜,現在做到胸肚子 他做到胸肚子,會讓我當位 換身後,稱善下 有不太好 從胸肚子,會把賣臉 還有,以我為你們 我看 從胸肚子 在胸肚子 就在胸肚子 然後現在